终结随机砍人案的英雄 长发男挺身而出和前犯搏斗 却不小心被刀划伤脸 如今伤势曝光 可以看到长发男脸上有长长的两道疤痕 一条在右侧脸颊上 另一条则在下巴 不过26号长发男就发现动 透露隔天就可以拆线 伤势似乎不影响他乐观态度 写下今天终于吃到泡芙了 不过也有民众直呼 看到长发男的样子真的很不舍 常常一条疤痕 少说缝了四五十针 幸好没有伤到眼睛 希望可以早日康复 也有人表示现在医美可以用到狠淡 希望可以有帮忙的途径 让疤痕用到不明显 大家不断替长发男急气 希望这名挺身而出的英雄 可以恢复原本的样子 冬村新闻台中报道 那时候位置就刚好跟 宣判处在一个要对峙的位置 被砍了以后 我怕他再砍我第二刀的时候 我就抓住刀子 一开始是先拿一把那种斩骨刀 就那种长方形的 那我是被那个砍到以后 我再跟他抢那把 我想要抢 但我抢不掉 就恰巧就是 那个时机 所以 就是大家都要往后退啊 大家已经退得差不多了 我再继续退 其实也没地方去 我就刚好 那时候位置就刚好跟宣判 在处在一个要对峙的位置啊 顺其自然的他就是锁定目标就是我啊 我目标被锁定了我也 而且 草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就我也只好就是 对 我原本也没有觉得他真的要砍人 啊我被砍了以后才知道他是认真在砍人的 所以我才开始 反制他 对我才开始 对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特别有什么诡异的动作 他其实跟我好像同时都是在水安宫站上车的 那时候因为我错过前一班车 所以我就想说坐在椅子上等 然后他那时候在我隔壁的椅子 然后我一坐下以后他就走掉 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他 要走掉大概就这一点比较诡异的 是大家一起压制对不对 就是后续你先引上去吗 对就我被砍了以后 那我就抓着刀子嘛 因为被砍了以后我怕他在砍我第二刀子 我就 抓住刀子 然后 就是 我想要抢但我抢不掉 所以我就喊后面的人来帮忙 大概喊了三四声以后 就有一两个大哥来帮我一起 抢刀子 一开始是先拿一把那种斩骨刀 就那种长方形的 那我是被那个砍到以后我再跟他抢那一把 那后面好像有拿水果刀 这是陆续这样拿出来 当然水果刀原本藏在口袋还哪里吧 然后还掉到地上那样子 我很谢谢大家关心我 我收到很多那个视讯 我大概都有看一下 我收到大家的关心 我真的很开心 很害怕 昨天晚上睡不着 对对对因为 很害怕 搭个捲印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我那种不在场 所以你不是在跟他同解车厢吗 我跟他在不同车厢 所以他是一路这样子 超通美的车厢 退到没有办法再退就已经是最前面的车厢 好主播一句各位观众我们持续为您守候在台中林新医院这边 那我们稍早的时候有访问到了昨天遭砍伤的长发健身教练的母亲 因为他一大早的时候就赶底医院这边要来照顾儿子 那他跟我们访问的时候也有提到了他昨天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第一时间的反应状况以及他当下的心情大概如何 我们先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他会很害怕 昨天晚上睡不着 对对对因为很害怕 他他可能有打了那个打药吗 打肢 会比较好 对对但是我我是 心心就一直很害怕 那个原因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我那个不在场 所以你不是在跟他同解车厢 我跟他在不同车厢 所以他是一路这样子 超通美的车厢 退到没有办法再退就已经是最前面的事 好可以听到其实长访男的这个母亲他有提到说昨天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感到相当的紧张 同时他也是不解说为什么这个儿子搭乘这个捷运就会发生这种突然 随机砍人的事件到现在还是相当不理解 甚至昨天睡觉的时候都有些不安稳 那么这名健身教练呢 他躺在病床上可以看到说他的这个左脸呢 还明显这个包着纱布 主要就是因为他昨天遭到这一名嫌犯砍伤的时候 他这个刀伤长达九公分 那么其实呢其实伤极见骨的 那已经有伤到了他全骨弓的附近甚至骨头有断裂的 那医院这边稍早也有来做出最新的说明说后续可能有需要美容以及修复的部分 那他其实也有提到了他说昨天他们其实跟这一名嫌犯是在不同节的车厢的 当时候因为他错过了上一班车所以才会跟这个嫌犯搭到同一班车 但两个人上车之后是在不同车厢的嘛 那他说上车之后就发现 嫌犯好像有点怪怪的 没多久之后就发现他拿出刀子来朝这个乘客来挥砍 那他说当时他上前想要来阻止 甚至呢他们退一路一路退到这个后头的车厢正是退到没有办法再退了 那当时他也忍着痛脸上呢都还流着血就这样子 奋力的去想要将嫌犯给压制并且想让他手中的刀子给夺下 不过好在呢他其实先前有一些这个健身方面的这个专长 因此他当时夺的时候其实是拿这个刀柄的部分没有拿到刀刃 所以伤手上的伤比较没有这么些的严重那他当时将他压制了之后后续嫌犯呢 也被警方顺利的带回了 那目前嫌犯也都还在警分局这边来接受讯问究竟是随机的还是呢 他有一些原本就预谋要来犯案呢 也等待警方后续来厘清 那么以上是在台中零星医院这边掌握最近情形 将视频镜头交还彭内主播 接下来 哦,阿哥 好,阿哥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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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阪上是大阪的 郭先生一定會刺激 我們來打麻煩 自出從 人在哪裡 人在哪裡 你先趕快抓住 上套去 我不要動 我不要動 你這位嗎 確定嗎 那兇器咧 兇器我丟住 好爛 我會動 我會動 你會動我 我會動我 你先坐下來 你會動我要追 你先坐下來 你不要動 我不要動 你這位嗎 那兇器咧 兇器我丟住 好爛 你這位嗎 這位嗎 確定嗎 他兇器咧 兇器我丟住 好爛 手不要動 他要砍了還是他 不確定 你先看啊 你手都不要動 你掌握他 你有智商 三人之餘 我先做管事後來 好 你掌握他 怎麼走在哪邊 走嗎 是不是 來手起來 你不知道 手舉起來 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 你不知道 我拍了 你先拉出去吧 來出來 我會動 我會動 你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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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開啦 你先坐下來 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 六六洞 第二網是誰 好 電梯在哪邊 六六洞 六六洞 台軍跟誰 六洞 一個遠景請跟他上車 遠景台頭上送衣 我們還附近的車上上去 近二十一日十一時十七分許 台中捷運四五捷運站內 發生男子直刀傷人事件 現場共有兩名被害人遭刀刺傷 目前已送衣治療中 警方到場時 犯罪嫌疑人 洪南 已遭帳戶人員及熱心民眾壓制 因洪南身上有多處受傷 目前已由警方介護送衣治療中 據了解 洪南 今日已 一時三分許 從水安宮捷運站上車後 因不明原因 持刀攻擊其他乘客 現場 民眾健壯 合力壓制 換嫌 警方後報後 也立即派員趕護現場 將洪嫌逮捕 並協助傷者送醫 洪嫌受傷 行為挑戰公權力 秉持足夠物性精神 維護市民安心的生活環境 洪南有受他的動機嗎 目前我們檢察官這邊 等一下我也做個護信 會跟大家做報告 這部門 目前還在疫情當中 可以確認是他昨天是住在我們台中的旗車警官 至於說他發什麼風機上來 還有送其他乘兵 過滿的部分 不明還在疫情當中 這部門 我們也是在正式地製作他的秘入之後 會來抵判行為 再跟他去報告 那是你們台補的時候 他自己是不要放財 台補的過程當中 他是本身也有輕微受傷 是沒有做一個很強的抵抗 就是我們剛剛來不及了 通報1999這部做一次 他要說可能是兩個上枕 水利特殭傷 目前是不認識這個我們受傷的嚴重 我們自己受傷的動機 如果我們還要進步 戰疫情事務 再跟大家做一處幫忙 請請看你這部隊 他在水來頭上的警員 你會說他是哪補的嗎 他上車這部 我們還沒有正式跟他做譬如 我們比較還沒有辦法 確認說他要到哪邊去 請問他是不是精神烈狂 是心理狀況有問題 但是還在確認 是心理狀況有問題 但是這部我們還要確認 包括我們他的JSC路 要請衛生局來做我們 幫我們協助來做個調查提供 這部還是我們檢察官會在後續來 那個 刀